朋友今年多大了 十二 十二岁 你这十二岁个子长得挺高 还挺帅 十二岁上几年级了 六年级 六年级 马上该升初一了 该升初一了 你这东西是从哪来的 之前在北京盘家园 之前五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五年级 这些东西非常感兴趣 然后去北京盘家园 买了一个这一个 现在上途中了 然后要给他买 你别着急慢慢说 在北京盘家园买回来的 对 当时有没有大人跟着 我跟着 像这个 应该是清代的光绪是吧 对 像这个你花多少钱买的 多少钱买的 没有问 没有问 没有问直接给人家钱 我爸说我买的 你父亲买的 对 当时就是你喜欢什么样的 你父亲直接给你买 对 买了 但是你不知道花多少钱 对 你还在北京上学 我不在北京上学 在中国上学 去北京旅游 对 那这些紫币是 也是在北京盘家园买的 我说零花钱 自己零花钱买的 自己零花钱买的 对 这航天币 花多少钱买的 这个航天币我爸给我的 你父亲给你的 对 这个是我舅妈给我的 这是港币 这也是港币 那这个50的 我爷爷给我的 你不是自己花钱买的吗 前面是我自己花 我金盐币我爷爷 我金盐币是这个 行行行 我给你瞅瞅 我坏了 90的 90的 来放进去 这个50的是你爷爷 剩下都是我爷爷给我的 这 其他的也都是你爷爷给你的 对 那你自己买的在哪 我买的在金盐币 金盐币 对 在哪呢 在前面的 这个是你自己买的 对 还有很多这两个 就这两个是你自己买的 对 然后其他的全部都是你爷爷给你的 那你爷爷给你的时候 没跟你说啥吗 比如说要好好收藏啊 或者怎么着的 没有 就直接给你了 对 看你喜欢这些 对 这个是在家里面找到的 这个 对 这是国库卷 1987年的 时间不短了 这个人在那个地摊上买的 哪一个 哪一个 这个 不是 对对对 你说这个 不是这个在家里面 这是在地摊上买的 对对对 花多少钱买的 他说是五毛钱一张 五毛钱一张 那价格不高 因为这品项很差 对 哎呦 这个呢 哈哈 啊 这个同学送给我的 同学送的 哎呦 这个也在地摊上买的 这个花了多少钱 这个花了十五 花十五块钱 啊 第三版的一元 价格不是太高 十五块钱还差不多 两票 这是两毛的 对对对 后面的民国全是假的 啊 后面的民国全是假的 全是假的 哎呦 确定是你自己收藏的是吧 哈哈哈 哎呀 确实这看起来这颜色都不对 不对 嗯 你小伙子喜欢收藏挺好 有的一洗还掉色 啊 这这一洗还掉色 对对对 哎你还洗过 啊 这些美元呢 美元 啊 美元也是 都是小姨给我的这个 哦小姨给的 啊 这是韩国的 韩国这个也小姨给我的 都是小姨给的 不错 我跟你说啊 小伙子别拿这个东西卖了 嗯 卖 你卖不到多少钱 不管你在哪个 不管你用哪个方式去卖 我看了一下 你这里面 基本上 价值都不太高 有的甚至可能就是面子或者啥的 但是你这小朋友吧 你这12岁是吧 嗯 人家骗你 嗯 知道 知道 知道就别卖了 收起来 再说了 这年龄太小 等你18岁以后再卖吧 对吧 都挺好 我估计啊 你这里面 现在 也就 这俩 因为这个可以直接到银行对 按比例对嘛 还能 能 对点钱 但其他的可能价值就不是太高 没有太高的 因为你这个 第四版的 五十的 还有一百的 他得是八零版的 可能价格 对 九零版的像你这种品项 我估计也就面子 甚至你 像你这个可能只有七六七成心 甚至面子都不到 明白吧 知道了 自己好好收藏吧 嗯 别卖了 那我还以为你这是拿家里大人的 但是我听你这一说 估计确实是你自己的收藏 但是这个价值不太高 留起来 行吧 去年我结婚的时候 阿爸送给我的驾照银员 我写下找去用钱 你看值多少 驾照银员不错呀 我看三块好像都带龙 这样我先上手瞅瞅 那三块全都是带龙 这三块要值五千块钱啊 我直接卖给你 哎呀 三块五千 三块卖五千 看来美女对银员的价值不太了解呀 北洋龙 大清宣山 造比总场 龙羊三剑客聚齐了呀 看来你父亲 对你非常疼爱 那是嘞 我有他这一个宝贝闺女嘞 啊 这是碰到啥事呢 要着急用五千块钱 还要卖驾照银员 我有一个玩特别好嘞 大学同学 哦 要过来找我 大学同学 对 他在上大学的时候 请你五千 玩的特别好 哦 然后我要请他吃好吃的 好味的 他在这可能住几天吧 所以我的仪式住行 我全部饱来完 哎呀 这不得需要钱吗 那看来你们以前的关系啊 肯定是特别好 肯定了 前面五千 那你这平常 就没有积蓄吗 我刚才听你说 你这也结过婚了 不能跟老公 先要点 先借点 我跟老公一年结婚一年了 嗯 然后这一年也销了好多工作 暂时没有合适的工作 你的意思 你跟你老公 在家里一年 嗯 没有工作 对 啥也没干 是的 我的天呀 那你们这一年来 生活的开销 你们花钱 这从哪来啊 他想那时候我下了一路下二十万呀 然后这二十万 咱俩不是 呃 他老公十万 我十万 啊 格子管理好自己的钱钱 他挖啥的我挖啥的 十百万 十百万 这啊 你的意思 就你们这一年来 这花的钱 都是当时下财里的二十万 对啊 那二十万 那花一年应该也花不完呀 那肯定花不完啊 啊 我的钱是五万万年借给阿姨朋友了啊 然后这五万万年花的0033也差不多了 没了 嗯 差不多了啊 啊 现在你朋友就你那个大学同学要来了 对 要把这个嫁妆议员卖了去招待你闺蜜 对啊 要有任性宽戴他呀 他得在这窝进去下来 我得尽地主职业啊 我的天啊 那你夫妻俩也是极品啊 结过婚之后不工作 还一人花一半的彩礼啊 那你父母不知道这种情况吗 他不知道 这时候两个父母别人没在一块住 他又不关不过来 哦 我估计要是你父母知道 你们就这样把彩礼就花掉了 估计啊 心里也不是个味儿 那钱不都用来花了吗 那你爸爸如果要知道 你给你的这个嫁妆议员 就为了招待你的大学同学朋友 就把他卖了 那你爸爸心里不难受吗 还难受啥呀 家里边好鞋的呀 好鞋 我和他招绕民主 斗我自己一个闺女 他对我来说啥都涉猎 我的天哪 我跟你说 你家里就是好多姻缘 我看了 这三枚姻缘 也是你父亲精心挑选的 我刚才说 这是龙阳三剑客 你知道吗 各有各的特色 还是大名鼎鼎的龙阳三剑客 刚才听你说 还想五千块钱卖了 你都不知道他们的价值 就胡卖八卖的 把你父亲精心挑选的这三块 价装银员就这样卖了 真是不太合适 那你果这三块值多少钱 你果算价值 值多少钱 先说北洋龙 刚才说了咱们北方常见 像这个龚伯给的XF45分 龙林额头都非常漂亮 这个包姜也非常舒服 像这个估计在四千左右 就这一个四千左右 一块都值四千 对 那价值还不低呢 那是啊 再说这个大清宣三 大清宣三也是XF45分的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森板龙 龙尾已经出云了 像这个状态 每个七八千你也买不着 这个七八千吗 对啊 这一个比一个搞 那是啊 再说这个造币总厂 造币总厂 这个也是壁面非常舒服 非常漂亮 龙林云朵都非常清晰 字口也非常清晰 全身打 像这个每个一万多块钱 也买不着 这三块加在一起 都得两三万 你说你五千块钱卖了 你父亲要是知道 想象一下他的心情 你先不讲父亲说的 你真实在啊 其实我每天你掉之前 我前面有几家 我都收着的 我专门去问问大人大人 他都给我五千万言 我认为五千万言 你知道不知道 人家给你五千 你幸亏你多留了一个心眼 你要是真是五千块钱 给你父亲卖了 你说你父亲知道了 心情是啥样的 听我的 你那个大学同学是吧 过几天要来 给他说一下你的实际情况 然后呢 这银元别卖了 各家里都是传家宝 你父亲给你 也是让你当传家宝的 别因为一点小事 就为了招待一个朋友 就卖这个 收起来吧 听我的啊 然后呢 把这个事过去了之后 你跟你老公抓紧时间去工作 我跟你说 像你这年纪轻轻的 看着一看 美女 还有才能 还有能力 好好的去找个工作 好不好 那走吧 你这老板 真是有事您都不做 走吧走吧 好好放着 谢谢你啊 你好 想弄点啥 老板 你给我看这些破东西 管子多少去 这些破东西 对 我看起来都是银元啊 从哪来的呀 哎 老公 他奶奶 然后不给他一块钱 那天回家了 回到老家看他奶奶就了 看他奶奶 也就是你的奶奶呀 哎 你都不知道 那多长 家里面都没下绝的地儿 那老太太 啊 那书里边那指甲 不是给人家那干净净的是吧 啊 一 净是毁 指甲缝里面是黑的 对 那头发人家都一根一根的 他一溜一溜的 哦 好长时间没洗头发了 那我得很像是 哎 那吃饭的吧 那厨房的 那镜子镜子 那都没法吃 哦 哎 这林州的 嗯 你看你想安娜第一回见奶奶 那最近妈不得给个一千块钱吗 哦 等于说你跟你老公刚刚结婚 对 结婚他没有来 我没见过他 头一会 老太太年龄大了 你们结婚的时候没来 也没有叫他结婚来 嗯 不方便退久 哦 然后这吃饭临着临着的 非得是在给我几块这东西 说的啥 咕咚 知欠 算是当见面礼了 对 我当时都不想要 一会那还有味 我当时就想整完了 哎呦 老公说的 白省了 这是在奶给的 嗯 你扔你还在等 周老到家再扔啊 是不是 要把他看着都难受啊 那是 你当时叫我气的 我给什么饭 我整个都没看他家吃饭 这你气啥呀 老太太你看还 专门把银元给你当见面礼 这不好吗 这有啥好嘞 这剩钱吗 那俺这一片鬼局 都是见面的给钱 给钱 对谁就给这 一般给多少钱 一千块钱 哦 等于说第一次见南方的奶奶 对啊 一般得给你一千块钱的红包 对啊 最低的一千嘛 哎呀这就好说了 中间有误会 咋误会 哎 你你不是说给一千块钱 你就满意了吗 嗯 那这些银元 他们的价值远远超出一千块钱 超出吗 哎 你我还不想应 听我跟你讲啊 我看了一下 六块都是民国的银元 里面有两块是 这个孙小头 开过金钱币 嗯 然后其他四块啊 都是圆大头 这圆大头呢 嗯 像这种 壁面上无戳无伤的 如果没啥板别的话 我们现在 一般回收的价值应该在一千 一一块就一千 这四个 这就是四千块钱 四个都四千了吗 对 小头的话 价格相对来说要便宜一点 嗯 它的价值一般 现在也得六七百块钱一块 这六块银元 轻轻松松 五六千块钱 没问题 诶 这么一年十千吗 那是啊 各家里都是传家宝 你怪不得他国所 还啥咕咚啥东西呢 那肯定呀 这在谁家里面 都是传家宝啊 我跟你说 你不要看老太太 刚才你说 这个老太太 可能卫生方面啊 嗯 不是太那个啥 但是在农村 在一个年龄大了 确实 卫生方面 没有咱们年轻人好 但是老太太 对你还是没啥说的了 并且我看了一下 这些银元明显的 都是罐装货 罐装货 你知道啥意思吗 不知道 你老公 可能上几倍啊 可能放了一罐子银元 一罐子银元 一般都几百块 嗯 这第一次 都给你拿六块 说明老太太手里啊 还有很多 那你说这 那你想他奶奶 那罐子里还得有啊 那肯定有啊 我跟你这样说 以后经常去看看老人 好好孝顺孝顺 以后说不定 给你建一次面 给你拿几块 建一次面给你拿几块 对不对 那你小子 我这奶奶多去看看他了 我得要早上自己请奶奶看 那必须的 嗯 把这都放好 我跟你说 越放越值钱 现在大头 是一千块钱一块 嗯 隔十年前 大头可能两三百块钱一块 越放越值钱 真是古董 耶 那我回家问完老公 看到你喜欢吃啥 啊 会给他买 那必须的 哎就应该这样呢 走啊 那谢谢你了老板 没事没事没事 你好 想弄点啥 这没想到挖了租债 瞬间让我变成了身家国义的负号 身家过义 嗯 这是挖到啥宝贝了 挖到啥宝贝啊 整整一摊子 六百枚资金币 资金币 嗯 赚家国手拉 其次审包 包低是一百万 包低 哦 这么多能值一百万 对 不是一枚一百万 一枚一百万 对 我两个一人一半 我这是三百枚 来你这的目的啊 我还给你大概天长说亮话 啊 你除了搞了 这都给你 不是我先看看 你这一个一百万 别别到别到 我拿个东西垫起来垫起来 还是你讲究 来来来来来 你当的手上工能换了 你还配不起 那是那是 一枚一百万 对 你这总共是三百枚 六百个 那一人一把 那你的意思这么多啊 最起码能值三个亿 嗯对 包低这是 你身家现在就三个亿了 对 但是这是最底啊 你得搞一点 哦 你的意思 来我这问问 看能不能价格出的比专家价格更高 那是 来我都说明了 货币三家 不货回 这几个亿到时候啊 我都选好了 第一件事啊 都得给人捞住盐 等他吃荡收收 哦 家里 嗯 主宅挖过来的吗 主宅 把主宅再重新修一下 吃烫 手吃烫 哦 我的天啊 这上面还是个带笼的 嗯 紫金币他说的是 紫金币 席是什么 国家的紫金 你先别着急老弟 你这在哪找的专家啊 这说话也不靠谱啊 哎 那网上呃 白话票表的 闲锋道股的 啊 各种政策的 说话可爱可行的 哦 比较专业 对啊 紫金 紫金的紫金 哦 紫金 对 那小说看样子不看 紫金特别贵 啊 那你这 上过学吗 上过学啊 认识字不认识 肯定认识字啊 认识字是吧 认识字咱就好沟通了 嗯 是吧 嗯 也不能光听人家说 我我我先找一枚啊 嗯 找一枚能看懂的 嗯 哎 当之前二十吗 这个不行 嗯 没事我找一枚你 你能看清的 因为你这些东西吧 我要直接上来说 嗯 这东西怎么着怎么着的 你也不信 是吧 我找一个能看清的 嗯 哎 这枚就能看清 嗯 老弟您看一下 嗯 这上面写的啥字 这中间这四个字 模模糊糊的 模模糊糊的 我给你提个想 这是个大 大 清 大 这边是个童字 嗯 大 大清 童 壁 壁吗呢 就是壁 人民币的壁啊 也是这个壁啊 能明白吗 不太认识 不认识 大清厉害啊 大清不是孤冬浪吗 清代的 对对对 那孤冬浪 大清 你先别着急 这上面写了 大清铜币 这说明这是铜啊 不是啥紫金啊 我看来双手说 紫金比换金 搞奋斗正吉 哎呀老弟 你先别别别别别 别别说紫金的事了 您别说紫金的紫金的事了 紫金我也没见过 我也不知道啥颜色 但是这种我经常见啊 这就是晚清民国的铜板 还都是当二十文的 像这上面带双旗的 这都是民国的 然后刚才我给你看的 像这种带龙的 这边什么大清铜币 还有什么光绪元宝 那种带龙的 那是晚清的 对还是孤冬 确实一百多年了 但是这些价值非常非常低 那么可能 我只能看小时候看电视 那孤冬啊 那建模了一个都几百万 我感觉这也是我 那跟那个不一样了 一百万我都不会给你 你听我讲 我跟你说啊 你说的那种古董啊 跟这种不一样 这东西啊 就相当于过去的零用钱 存实量非常大 所以它的价值非常低 你这不知道在哪找的专家 我估计肯定是想骗你钱 骗我钱 对想骗你钱 那你这我就不给你抬杠了 我只是跟你说一下 他应该是想骗你钱 那你给我看你能多少钱 来你店里面啊 能值多少钱 我给你估价 对对对对 像这种当二十的铜板啊 品项呢还不怎么样 都是流通过的 有的甚至刺口都看不清 像这种呢 一般也就五六块钱 什么 五六块一枚 人家出一百万 你说五六万 差二十倍啊 不是五六万 是五六块 愿牛万 你这三百个是吧 三百个加在一起 也不到一万块钱 愿牛万 对五六块 好好好 好好好 你我没见过五六万 一张就暴露了 你是本来 我可能不太懂 你还是找那个专家吧 他要是真能一枚 能给你一百万 那也咱说句实话 也轻松过意了 专家 好吧 我看咱那小专家 没几个吃货的 他还是去上海 行 直接找我的软牙 行行行 没见过的人啊 就等我时间 行行行 一张我的形态 不露脸不露脸 你放心 咱主要还是看东西 放心放心 这一次拿过来的 也是从香港 就那种古董市场 逃回来的 对 行拿出来咱先看看 哎呀你一大相子吗 不行 我看一下是真的有一点就可以了 哎呦 哎呦 这是元宝啊 看来是 哎呦 咸丰 我看上面落款 福山县 咸丰 我的天哪 哎呦 哎呦这五十两个大元宝 从香港带过来的 哎呦 我想问一下 这个您花了多少钱 这个啊 花了五千 港币 五千港币 五千港币的话 换算成人民币四千多块钱 哎呦 我这个更厉害 这个更厉害 这个更厉害 也是五十两 金带 金带的 五代十国那时候的 对吧 五代十国 我的天哪 这个花了多少钱 这个都是两 都是一家的一个老百 也是四千多 两个 五 等于说这个是五千美元 哎 不是五千 港币 五千港币 五千港币 这个五千港币 然后这小的呢 一百万港币 一百万港币 两百块港币 两百块港币 一个一百 哎呦 买亏了 那咋说呀 我觉得您买亏了 全都会打 之前我 我记得我给您讲过 他这个 咱先不讲这个古董的价值 咱先不讲古董的价值 咱就先讲银 我不知道一克银是多少港币 但是我知道一克银 在我们内地啊 一般现在应该大盘价 应该是七块五到八块之间 你像这 像这种一根吧 这么大一个 我觉得啊 如果是银 如果是银 这个重量应该在 五十克到六十克之间 就这么大一块 你算 咱按少的来说 五十克银 按七块钱一克 五七三百五十块 就不是老的 就现代的银银条 这就得三百五到四百块钱 你要换算成港币的话 应该更高一点 是吧 所以你这个这个 你花一百港币 那肯定连银子都不会 都不会是 讲完这个小的呢 咱再讲大的 这大个的 五十两的 因为以前是十六两乘 一两呢是三十七克左右 它五十两算下来啊 应该是一千八百多克 一千八百多克 一克如果是七块的话 您算一下多少钱了 你得光银子 人民币就得一万多 您现在花了五千港币 是吧 五千港币 那等于说 这些东西啊 你连银子也买不到 更何况 你像这五十两的银钉 一般我们常见到的光绪 宣统的相对来说多一点 因为距离更近一点 那个银钉的话 如果是关钉 一般像这个都是十万起步 关钉的话十万起步 你商钉的话 最起码也得一个六七万七八万 对不对 那这种关钉 这造型这么漂亮 看两边的翅膀都漂亮 这么好的一个品相 还是五十两的大元宝 并且还是咸丰 因为咸丰比在那个光绪宣统之前 对吧更早 它价值更高一点 你要东西没问题的话 那是二十万起步 你花五千块钱 去银那二十万 我觉得这个银肯定可以银 但是几率太低了 所以这些东西不对 再说这个 哎呀这就有点扯了 五代十国的时候 咱们国家宋代的时候 经济非常发达 苑代 苑代给宋朝 宋代的时候经济非常发达 但是宋代很有钱的 虽然军事党不行 一直被元朝压着打 对不对 被北方的游牧民主压着打 但是经济 全球第一 你想一下宋代的时候 大家花钱很多还都是铜钱 银非常非常少 等于说就是你宋代有钱 那时候银还很少 那宋代之前那五代十国 那全面打仗 那银更少了 这东西咋说 在我们行内吧 算一言讲 我只能这样说 因为你看香港的这些这个老的古董 很多这些东西都是从内地 从内地越过去 是吧 从大陆搜过去 你去搜这些东西 他肯定是专业的人 如果是真的 这么低的价格他也不会卖给你 你比如说这个东西吧 在我们这个内地可能是 你要二十万 跑到香港他最起码得加点吧 你不可能说越来越低啊 是吧 这些东西我建议啊 就别买了 你看不出真假来 你这这一下话 这一万港币 直接又打水瓢了 想一下是不是 打水瓢了可惜了 我看你这好像是一个马啊 这可不是铺动的马 这可是一个春节的马 而且是湿水的 纯金的 提起来这个包围这个不简单 不简单 在我们家放的都得有一百多年 都得追溯到民国 民国 袁世凯那时候 民国的东西 放的时间特别长了 这有啥来历吗 来历那就大了 老老太爷啊 就在搜口附近啊 是最大的地主 在民国的时候 你们家在搜口是最大的地主 访问一百公里 所有的天地都染上 我的天哪 那可厉害了 那肯定是一百多年能用这个村底吗 那这个东西到底是咋来的呀 咋来的 这就是安老老太爷给老太爷打到的 因为安老太爷虽然说有很多欠 但是只欠几个侄女啊 全部都是女儿 当时那么大的假餐 没儿子抵折扎能来 那是那是 然后又找了几个医太太 好不容易生下了一个安老太爷就男孩 哦 等于说这个东西啊 是你老老太爷给你老太爷打照的 你老太爷正好是属马 专门用黄金打照的 黄金打照的金马 我的天哪 那是 我经常听人家说啊 这个晚清民国 那地主啊 也有大地主小地主 你要小地主家呀 说实话那银元银鼎都不多 只有大地主家 才有那些大量的这个银元银鼎 金子很少 那你们家就是说实话 周口地区整个方圆一百公里 那都是你们大家的田地 那就特别厉害了 巨富啊 用黄金打照的金马 这就放到现在 对啊 那个银元银子到老大厂 上来的时候 建国的时候还有斗地主 慢慢慢慢夹到中口了 但是这个锦马一带一带的穿 现在传到你这儿了 对 我想问一下 你看啊 从你老太爷那一本 传到你爷爷这儿 你爷爷这儿又传到你父亲那儿 你父亲这儿又传到你这儿 对 传了那么多代的传家宝了 这为啥要出手啊 没办法了 之前留了假餐 我爷爷卖一个本 爸卖一个本 只有就剩一个账了 我今天三年多岁了 爷爷是一脉甘串 也没结婚 你我不能抱住他过去是 那是 叫他卖了吧 卖了就是妈 传统结代 哦 准备把他卖了 意思现在没钱 准备买房买车 结婚生旨 对对对 那你这想卖多少钱呢 这个东西 我还略懂一点吧 啊 哪个七八百万 没问题吧 七八百万 嗯 哎呦 七八百万也不少了 那我肯定了 啊 呃 你确定这是 黄金的 对 黄腾腾的 而且实心的 实心的 我听着这声音不像实心的呀 你听听 你那眼睛又不是X的广啊 你那拼出来是实心的 不是 实心的呀 你这样敲的话 它基本上没有声音 声音也特别小 你这空心的呢 你看 轻轻一敲 它有声音啊 这说明它不是实心的 那那 那我也不再知道 反正 啊 法国说的是实心的 哦 刚才你说这个是金嘛 是吧 黄金 大家都知道 它这个金属啊 它是不氧化 不变色 但是你看到这儿没 我刚才瞅了一眼 你看这个马的耳朵这里 已经生绿绣了 生绿绣 半长时间才 差来啊 不不不不 你这才放一百年 你就是即便三百年五百年 它也不会生锈 只要是黄金的 但是现在这生绿绣 那就 X是擦不掉的 你看用手擦是擦不掉的 不是张东西 就是生锈 生绿绣的情况下 嗯 那应该这就是铜了 铜 那你这个颜色 就是国际的这个黄金不在村的 不不不不不 只要里边含金量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它都不会生锈 像你这生锈了 这说明是铜的 黄铜 能明白吗 那不会吧 安家的东西 你买那么多了 都是怎样 你会不会的 那这个东西我现在收不了 再说了我这边还是主要玩银元 你这上来弄个金马 还是家里的传家宝 一下要几百万七八百万 首先我这也收不起 再一个我这看着说实话 这不像老的 不像老的 也不像黄金的 这重量 你看我说用手拎着重量 有一定的分量 但是我觉得跟黄金啊 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来这样 老你觉得你觉得 省一万不就贪了吗 你你愿意煮多少 我就不还价了 我不收这个 不收 对不收 你到其他地方再转一转 那你不收 你那个眼里也不行啊 那是 朱砖的紧麻 那是 那是 那孔子的痛 对对对 对对 是嘞是嘞 是嘞 不要不要不要 要不了要不了 老爸 你好 过去的老蹭坨 不说 过去的老蹭坨 对啊 没事你你这样 你进来 再拿出来我一下看看 啥东西 你看 老蹭坨 是老武器 啊 但是 我又招人犯 啊 就是以前的蹭 啊 这是哪一个老观众说的 这是好像是以前的蹭 哎呦哎呦 这是啥蹭 这不是蹭 你这东西从哪来的 我不是搜破烂的吗 啊搜破烂的 前几天啊 一个年一个老头 啊 他家里边的 子小子的小秀兵的 卖过了 哦哦哦 那我来几块车 哦 我给他按铁收了 按铁收的 啊 一块钱一斤 然后我 有二斤 我给他两块钱 啊这么多你撑了一下 有有两斤 啊 啊 我到大会肉站的去搅集了 啊 我让他驴卖 他说这不是驴 那你咋知道是这是驴啊 这我整天说不了 我肯定知道 要是铁的话 啊 肯定得生铁锈 啊 这驴不成驴啊 哦 不是 就不是铁 不生锈 不生锈的话 那就是驴 啊 随时带着洗铁子 他洗不住 哦 我问了一圈子 那一个老国记说的 看着像国具的正多 你看有一块 这还有字 这肯定是老董一样的 不是现代的字啊 哦 确实上面有点落款 具体啥的看不清 确实是 那个古代的字 不是咱们现在 还找你来吗 就你看看 哦 就你你朋友说这是蹭 对 哎呀 这不是称托 你这一次啊 说实话 捡到大漏了 大漏了 那捡到大漏了 嗯 这不是称托 这是银钉 银元宝 银钉 啊 这这都银钉值钱吗 那肯定是值钱啊 嗯 你不要看电视里面 那银元宝银钉 那可漂亮了 是吧 你看这 那是假的 电视剧里面那是道具 啊 这是正儿八经的老银钉啊 这是银钉 银钉银元宝 嗯 我的天呀 谁也不相信 你 你是当铁收回来的 对啊 呃 多少钱来着 二元嘛哟 我给他两块钱 两块钱收这些 嗯 发了你这 你这发了 嗯 嗯 我跟你说啊 这些银钉啊 虽然不是官定 但是也是老的 像这种定型 这一看 就是明代 或者是清代早期 那时候的银钉 这是素银钉 呃 上面没有落款 没有啥的 民间铸造出来的 素银钉 但是虽然是素银钉 但是它也有价值呀 咱就不说这个银钉 它这个古董价值了 就说单单是银子 那你也挣不少呀 银子现在一克大盘价 应该在七块左右 六块多 七块 哎 你这一是这么多 你这称的是两斤是吧 两斤就是一千克 就是光银子的价格 这也得七千块钱 那挺多的 我给他拿二斤算了 呃 这样 等一会我给你称一下 我等一会我给你称一下 这东西你这说实话 你这捡到大漏了 那你给我说个十五 上下大漏 能挣多少钱 能挣多少钱 呃 就这老银钉 素银钉 呃 现在我收的话 最起码能给到十五一克 你别瞅啊老板 呃 手机收啊 这个东西啊 我也不懂 呃 你收不收 呃 我收 有啥说啥的 呃我等一会我给你称一下重量 相当带这的 呃 我可以一克再多给你几块 呃 多给你几块 因为只要上面带字带落款 呃 肯定价值会更高一点 啊 那种那种 啊 那是那是 你这次算是捡到大肉了 嗯 我估计你这收不到一个月也挣不了多少钱 嗯 我还挣三千多了 一个月挣三千多 嗯 那可不是吧 那你一个月挣三千就像这样种 我估计啊 虽然我没称 就这我应该就是五两的 五两的 因为以前的称 他一两是三十六克 跟现在的称还不一样 现在称一两是五十克 以前一斤是十六两 将这一个五两呢 应该是一百多克 就这一个 我估计就得 能帮你一个月的收入 呃 那你的意思 我这几年都不用干了 这不是 呃 那也不用干呢 倒不至于 但是你这半年 呃 顶你半年的这个收入是一点问题也没有 那种种 我赶紧你国 我给你称称吧 给你称称重量 称称重量啊 那姐夫一个银员 卖了不知道够不够买一部三千块钱的收集 你给看看 把一块银员卖了 准备卖三千块钱 买手机 对了 我先上手瞅瞅 啊 哎呀 还是苹果集的 清轩三 公伯评级XF45分 还是霸凌的老盒子 想卖三千块钱买手机 嗯 啊 你这银员从哪来的呀 从姐夫哥暑假那儿拿来 从你姐夫哥 嗯 姐夫那儿拿的 对啊 那姐夫进这玩意 他还不在乎 啊 那暑假的放了一个几百个吧 我顺手拿一个 顺手拿一个 啊对 书架上有几百个银员 很正常啊 他喜欢这玩意 我的天呀 你姐夫非常有钱啊 条件是可以 都是不给我钱 不给你钱啊 那你这年龄也不小了 多大年龄了 二十九了 二十九了 嗯 结婚没有 没有 没结婚 嗯 那你这二十九了 你真是缺钱了 也不应该找姐夫要啊 哎呀 她姐夫 她姐以前都给我钱 她姐条件也不错 后来她姐夫不叫给她 啊 不叫给她 我这玩游戏的 这手里太卡了 太热 我说嗯 假如给她卖一个 卖一个收集用 啊 我的天呀 你的意思就是之前 平常的开销 花钱啥的 你也不自己出去挣 都是找 不用挣 跟姐夫有钱 都是找姐姐姐夫去要 对啊 要钱哪儿啊 她进钱了 要钱不是都还吗 是不是 谁挣不是挣啊 不是不是 你姐姐姐夫家 就是再有钱 跟你没多大关系 咱没关系 你 你要是真是需要帮忙了 嗯 是吧 那你姐姐姐夫去 去帮你吧 但是你这平常开销 你去找姐夫 姐姐要 那哪像样子呀 她的钱花不完 花不完 嗯 我的天啊 那你拿这块银圆的时候 你姐夫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反正他多啊 他还不在乎这东西 不知道 嗯 不知道 等于说你偷偷拿出来了 我都顺从哪里 你这不行啊 嗯 这你偷偷拿出来了 你就要卖 这性质都变了 我拿的都是为他卖的 我都买手机的 我不买手机 我拿的干嘛 这东西可我啥 你知道这东西能值多少钱吗 不知道啊 不知道 你知道 得值三千块钱 嗯 值三千块钱 你说少了 我跟你说啊 这是大清宣山 嗯 在银圆里面啊 属于龙阳三剑客之一 嗯 并且还是公伯已经评过集的 嗯 老盒子 状态呢 还非常不错 你看字口 花枝都非常清晰 包括这边的龙 也非常漂亮 状态 没得说 嗯 像这个状态 现在市场价啊 我估计 没个大几千 你买不着 嗯 你现在 就偷偷拿你姐夫 大几千块钱的东西 就卖了 这种性质都变了 这你姐姐姐夫 如果报警的话 你这妥妥的盗窃 嗯 我跟你说 我拿一个 我能拿十个 拿一百个 他都不会报警 啊 那给人家自己一样的东西 给人家家的东西 我咋回头没了 嗯 不行不行 老弟我劝你一句啊 把这东西啊 还给你姐夫还回去 真要是缺钱了 想要买手机了 你这 今年也二十九了 出门 找个工作 我跟你说 你干的不用长 干个一个月俩月 就够你买一部好手机了 这样搞 就偷偷拿你姐夫的这个事 这也是性质已经变了 真要是报警闹到警察局 你得吃劳饭 明白吗 首先啊 他不会报警 其二嘞 我出门时候 也不会去找个工作 其三 我出门时候 都把这个东西卖了 我看你也不想要 呀 这样吧 你拿到别处吧 我这要不了这样的东西 我肯定拿到别处啊 你可这慢慢 说半点了 你也不要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好 想弄点啥 这回我可翻身了 翻身了 你话说的真对 啊 那我也说五倍 任务很来不复 这回我发了 发了 嗯 看来这是碰到好事了 那可不是吗 弄到宝贝了 你 你说的可对 啊 我先瞅瞅是啥东西 你看我这两个黄金翼 啊 没事老哥 您坐这坐这 五六百万 多少 五六百万 五六百万 我的天啊 五六百万的啥东西啊 我瞅瞅 这可真正的宝贝 皇帝一余用呢 皇帝一余用的 那你看 我的天啊 黄金 要这上面还有字啊 那啤修 嗯 黄金啤修的印章 对啊 这两个都是吗 那不一样 哎呀 这也是啤修 嗯 纳财 哦这上面还有 啤修纳财 印章 嗯 不是老哥这两样东西 是黄金的 这东西咱从哪来的 一说起来这啊 那可真 传奇 传奇 嗯 您是下乡收货的 收回来的 不是啊 我是干保安的 保安 干了十来多年了 哦 干那一年保安啊 嗯 也就够了个文帽 文帽 这回我发财了 那是 保安的话一般工资也不是太高 对啊 发财了 那这东西到底是从哪来的呀 干保安不来看大门吗 那是 那我看大门 一个老头 哦 跟门口摆着这两个这种 哦 一个老头 在你那大门口 大门口表 摆两个这东西 他卖 对啊 那你的意思你是花钱买回来的 可不是吗 你 他这是给他家老子 挖出来的 哦 嗯 一个老头 在你们大门口卖这俩东西 对 说是从宅子里面挖出来的 从地底下挖出来的 对 他是啥 他手里挖多 干保 哦 他也不动 能换他有钱 我看他啊 真不动 我也不能赚他便宜 我给他五百一个 五百块钱一个 嗯 等于说这一对 花了一千块钱 对啊 啊 当时老头就跟你说这是黄金的 老头要多了 他那会卖国吗 那是呀 你知道是啥啊 你就是老头 不知道这是黄金的 你看他可怜 是吧 一个给他五百 两个给一千 可不是吗 嗯 嗯 那你咋知道这是黄金的呀 哎 看那亮度 地界挖出来的东西 哦 你认为这是古董 并且还是黄金 所以价值连成 嗯 老哥拿到我这来 看来是想出手 那可不是吗 这回 我这又留不住 正好我这干十来年 一百年咱够个吃喝 这回 一下翻身了 对啊 想卖多少钱 我也就往上来看了 哦 咋说要资个几百万呢 几百万 嗯 那这两个你想卖 两百万 啥 两百万 一个两百万不种啊 哦 这两个给六百万呢 六百万 嗯 我的天呀老哥 您这也是狮子大钢头啊 一下 两个这东西就敢要六百万 嗯 不是老哥 咱有啥说啥的 说实话 嗯 这要真是八景 是黄金的 还是从土里挖出来以前的古董 对啊 就像这一招行 嗯 那我估计你一个要三百万 两个要六百万 那要的还真不高 咦 不高 真不高吗 对 因为毕竟你以前的黄金印章 那确实不是普通人能用的 嗯 但是老哥您先别着急 也别高兴呢 咋了 您可能之前没见过黄金 黄金的密度是所有金属里面最高的 十九点三 就这个如果是实心的 最起码得几斤 两三斤没问题 但是现在我用手拖着 别说两三斤 我估计连半斤也没有 所以它的重量不对 然后再看颜色 老哥 不是所有的黄颜色的金属 它就是黄金 有没有可能它是黄铜 那 黄金的颜色 我跟你说 黄金的颜色比这金黄 这看起来 这一看就是黄铜的颜色 这我洗了 一定是你 那那那行 您洗过了 这都是你 再说这俩 就这这这皮胸这上面的这这两个东西 就从它的两只眼睛上看 我就跟你说老哥 您是上当受骗了 我刚刚就这俩眼珠子上面这镶嵌的这是啥 我用手弄了一下 连玻璃都不是 塑料的 古代有塑料吗 假的 能明白吗 还有它这个做工 还有它这个字 哎呀 都丑不垃圾的 你说这这做工 这明显是现代的做工 假的 我只能说你上当受骗了 这样老哥 您是做保安的 挣钱也不容易 现在抓紧时间把这两个东西 找找看 能不能找到 卖给你那老头 把这东西给他退了 他说是颤抖啊 或者啥的 那都是骗你的 我看你啊 也是不懂 想骗我了 光你 老哥 从一进门到现在 您说我 有没有说要买下你这东西 你逃不及这个价 对对对那行 老哥 您去找高人再给您看看啊 黑店 黑店黑店黑店 你给我看看 这个董姨 管管支五十万 要是不管支五十万 我都得给安爸妈断秦 一块银元啊 能支五十万的概率非常低啊 这样我先上手瞅瞅 安爸妈都重担请女 把这一百万的采钱馆全给安哥了 我也不相信这个董姨一贯之五十万 这是一枚九年的大头 不过法斯非常细 应该是九年金发 你看他的胡须 法斯都非常细 背面佳和第二个盲 是B盲 九点钟应该缺一个小内齿 九年金发 九年金发呢 算大头银元里面 做工最精美的 非常漂亮 但是他的铸造数量非常大 纯饰量也非常大 所以他价值不了五十万啊 那值不了五十万 那我给安爸妈 绝对不能给他原因 这是碰到啥情况了 那不是采钱了吗 采钱赔了一百万 赔了一百万 对 现金 哎呀 这我不是指导了 我去杀安爸妈呢 我肯定 我也想要一份啊 对不对 咱爸妈凭着生病拿东西 我也储钱了 我又不是没有储 我也储钱处理 哦 你不给多 你总说你再给我一份吧 对不对 那是 我一去要安爸妈呢 没有 全部给安哥完了 哦 这就是你娘家那边是吧 对啊 你娘家那边拆钱 然后一百万 全部都给哥哥了 对 一份也没给你留 都没想着我 安家重男轻女的分 重男轻女 我当时我都可生气 我这影子啊 连想着我都不想 连给我说一种都不说 我还是穿铃鱼呢 听说的 那是啊 按道理 多少得给你点啊 对啊 我给他要了 他说已经给过了 没了 没了 后来他把这一块 这银员呗 他给我了 他说咧 这块只50万 啊 这银员你父母从哪来的 这我不知道 他好像说是之前穿了 还是没了 我也没有具体问 我当时说生气咧 像一般大头银员 那都是家里传下来的 传家宝 他当然说说值50万 我根本都不想你 这个东西能值50万 回了 那值不了50万 因为大头银员 你要说有没有能值50万呢 还真有 但是啊 那都是特殊版别 比如说甘肃家字版的大头 大头王 像那个 如果像这种品项的话 确实应该能值50万 还有一个就是千字版的大头 就是一般中华民国三年 就是他这个背面 背后 他会有一个英文签字 那种是四足样笔 数量非常非常稀少 那个能值几百万 但是像咱一般家里人放的啊 没有能值这么多钱的 因为家里放的就是普通的 三八九十 对吧 你就了不起八年的能值个几千块钱 像这个酒精 一两千块钱呗 一两千 对 一两千块钱 我都采 他不会那双块的给我个值50万的东西 我真是没采出 那你这 这咋说呀 这碰到这种情况吧 也确实挺为难 按正常来说 现在都男女平等了 对啊 并且刚才听你说 好像父母生病 出钱的时候 我也没消除 你也出了 对啊那肯定了 按 按理来讲这拆迁了 那多少得有你一份 对啊 我不是说给按个匪带要一人一半 对吧 那是 你多少给我的点也信 是不是 那对 那他要这样说 真是这个东西 只值一两千块钱 我回去啊 都不能给他原因 我再给他断情 他以后再生病了 别找我 断情倒不至于 但是呢 回去得跟父母得说一下你的态度 对吧 你这一百万三千块 你总得 你给个三分之一 那也那也比这强啊 你说你给个一两千块钱的东西 这确实说不过去 对 这样吧 回去跟父母好好说 跟你哥也说也说 对吧 呃 这个银元 你也收藏着 东西没问题 老大 确实传家宝 走走走 那谢谢你老大 没事没事没事 好再见 再见 碰见炸的婆婆 我还是到八百只学没了 人家第一次见面都给封毛 这给我点啥东西 那人贴给的 脏不垃圾了 看来您对 婆婆给的 见面里不满意啊 肯定不满意 这样 我先上手瞅瞅 哎呦 这都是银元啊 这我想朋友看啊 啊 朋友都说 一问不知 该叫我走哪走哪去 哎呦 那扔了的可惜了 你朋友说 让你把这些扔了 哦 他说该叫我该怎么拿 哎呦 那你要是扔了 他死起来 肯定就不会再给你了 啊 这总共是多少块 三十块 三十块 这样因为数量比较多 咱们对一下数量 这是五块 这又是五块 又是五块 哎呦 哎呦 慢点 又是五块 这 这是五块 这不对啊 这才二十七块 数量不对啊 送给我朋友三块 哦 送给你朋友三块 怪不得呢 看来你跟朋友关系也不错 直接送他了 你知道这东西是啥吗 不是铁瓶吗 铁瓶 谁跟你说你朋友说的 嗯 这是银元 元大头 之前没听说过吗 没见过吗 没见过 元大头银元 民国的东西 你看 中华民国三年 呃 那就是民国三年 应该是一九一四年 距今已经一百多年了 这个是银的呀 银元都是银的 你是以前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很多老人放的有这个 还用这个来做首饰 加工手镯 你这个 这个我也不懂 不懂 不懂没关系 我跟你说 你只要记住 这些东西都是传家宝 明白吗 传家宝 这是传家宝吗 那肯定是呀 重点这个东西值钱不值钱 值钱不值钱 嗯 值钱不值钱 这咋说呀 传家宝它肯定得值钱 我看了一下 你这些都是大头 还有传扬 是吧 没有其他的币种 我等一会儿给你看看 有没有这个特殊的版别 以及八年的大头 嗯 像这种品相的 币面包姜都非常好 你要说是通货吧 这比通货都要好很多 主要是包姜漂亮了 通货的这种普通圆大头 我们现在收的是一千一块 能明白吗 一千一块 但是像这种带老彩的 像这种一块还得加个几百块钱 等于说一块就一千多了 总共老太太给你是三十块 三十块 三十块 三十块的话 轻轻松松 三万到四万块钱没问题 价格咋会弄高呢 你不会骗好吧 那肯定不会骗你啊 你既然拿到我店里来 这肯定是鉴定估价 像你说的价格弄高 我卖给你收不住 我肯定收啊 这算是非常好的品项了 平常我见的那个大头 那只能算是通货的品项 你说你这个个都带老彩 都非常好 我肯定收 并且价格肯定给的高高的 但是反过来讲了 刚才听你说 这都是老太太给你的见面的 并且这一看 这都是家里传下来的 老人传下来的 传家宝 你说现在卖了 会不会太可惜了 那可以 商量商量挺好 再说我看你对这个婆婆 非常不满意啊 确实咱们这边啊 一般第一次见婆婆 都得给见面礼 你觉得给多少钱见面礼 你会很满意 我们那边都给一万 一万的见面礼 哎呦 一万的见面礼也不少啊 不过反过来讲了 你婆婆给你的这传家宝 比那一万块钱可价值高了 不单单价值高 还都是传家宝 这你不能再说你婆婆抠门了吧 嗯 这我取完了 啊 误会了 误会了 这没事儿 以后日子还长着呢 呃 好好孝顺公婆 说实话 这老太太第一次见面 都给你三十块银元 说明对你这个儿媳啊 非常认可 按理来讲 老太太放的还得有 以后你只要好好孝顺她 我估计啊 家里这些银元 肯定到时候都是你的 你说对不对 对 嗯 还有 呃 你看啊 一个刚才跟你说了一千多 这东西 现在知道价值高了 不要乱送人了 啊 你你送你朋友三块是吧 三块 那就三四千 想一下 啊 我头盖是不知道 只能眼前 我会压个药 药 哈哈哈哈哈哈 呃 送人了那就不 估计也不好要了 但是以后不能再 再随随便便送了 对不对 对 来把这东西还收起来啊 你好 嗯 我的天啊 呃 老哥刚才听你说想女婿的福 这是 女婿送的啊 女婿送的 啊 结果那时候女婿送你过来 我的天啊 直接送一公斤黄金 老人买了便宜 一克才二百块钱 一克两百块钱 哎 那你说的是这个时间长了 啥时间长了都去年 去年 哎 不是老哥你这没打听过黄金的价格吗 嗯 去年也不是黄金也不是两百块钱一克呀 这些他认认他买的便宜 哦认识人买的便宜 对 我的天啊 看来你女婿不是简单人物 就是一般普通老百姓 普通老百姓 哎 给上马来给外地 我的天啊 嗯 嗯 那你这拿到我这来干嘛呀 直接拿到金店多好呀 金店他便宜 人家都说了 金黄金秘利和你量高 这个啥 都该比那金店的黄金才贵 哦 比普通的金的价格高 你肯说出了 不然话我不以赖你这 我我 不是老哥你这这太厉害了 这这一公斤黄金 嗯 我这是一夜子买完 女婿送的 哎 你不要光看一个一个的看 你要这一个我还不买 一夜子买完 一夜子买完 哦 嗯 我我看看上面这这个 这这个 这都是检定证书 整家你不用担心 百分之百日整的 哦 百分之百日整的 哦 就有鉴定证书 哎 检定证书该这放中的 你放心 你大胆的放心 熊猫金币经验章 嗯 硅金属检测 嗯 表面含金 嗯 鉴定结果仅值 嗯 表成 硅金属部分 嗯 老哥您这可不像 这个 熊猫金币啊 这不是熊猫金币 这是啊 你看这上面写着的 嗯 表面含金 那一般你知道 嗯 什么样的东西 才是表面含金吗 不知道 镀金 镀金呢 才是表面含金啊 不可能 再说这个熊猫金币吧 嗯 发行的 它有规格呀 没听说有25克一个的呀 你看有一盎司的 嗯 有二分之一盎司的 还有四分之一盎司的 八分之一盎司的 还有十六分之一盎司的 你不 没听说会有25克的呀 你这规格 你还不用我讲 我跟你说实话 我我也是听阿女玉说的 阿女玉说的都那也都量一公斤 现在金价一克五百多 也就五百五一克了 你这一公斤 嗯 五十五万 差不多 嗯 在五十五万的几周上 你得夹 在夹 你的意思是最起码得五十六万 嗯 多给点四点 你给五十七万 我还没一益 哦 老哥这样 嗯 我这主要还是玩姻缘 这个熊猫金币吧 也算是机制币 嗯 我先给你称一下重量 你称 你称一下重量 称一下 不不不 就称一个就行了 好吧 行行行 什么 老哥这个重量不对啊 啥不对 呃 这现在外边有一个盒子包着 嗯 夹在一起才十七克多 你找盒子去掉 它都重啊 嗯 盒子去掉它肯定更轻啊 怎么可能更重呢 你我估计这个盒子怎么着得有个五六克 这估计等于说一个也就十几克 你在称五十 老哥 老哥有啥说啥的 嗯 我以前也做这个黄金手势嗯 我那秤以前就是称金子的嗯 呃 这肯定是有问题嗯 没问题 这肯定有问题光重量都不对 你看这这么大一个嗯 这么厚嗯 这么大一块嗯 嗯 拎在手上还加上一个盒子我现在拎起来就轻飘飘的 这肯定不是黄金 再一个人一个人家说的这个这个上面嗯 你看说的清清楚楚表面含金嗯 表面含金就是镀金嗯 这些东西我估计这吧 这只能算是工艺品 这这正熟你可以不要这正熟怎么啊 啊不不不不 一共你我躲了不给你要 这喝的都送给你 不是我要不了 呃这样老哥嗯 你拿到金店卖金店吧 好吧 我这收不了 金店他手上的手的便宜 我不要卖给他 我这也收不了老哥 我这真收不了真收不了 那那不失货吗 我可能是我不失货 可能是我不失货 我还转进来 那行那行那行 你的意思是收不起是吧 对对收不起收不起 老哥 你这产品挺多啊 啊 没事你坐着坐着 坐哪坐哪 先坐哪咱慢慢聊 慢慢聊 来坐这坐这 老哥从哪来的 信仰 信仰 哦 那咱们离得近 呃 你是坐车来的还是开车来的 坐车的话 估计两三小时就到这了 啊 我看你这产品挺丰富啊 啊 我跟你说啊 我先把针子给你挑一挑啊 这这王亮 哎呦 哎呦 这个是香港的硬币 香港的硬币 嗯 这个肯定是真的 这是七十年的纪念币 这个也是真的 这个也是真的 然后这个是香港的还是国外的 这是澳门的吗 啊 也是硬币 这是硬币 这个是民国的涅币 十分的 你看这这多长伤 这脸都磨坏了 磨的时间长 不假 不假 真的 民国的 但是这个 它属于涅币 呃 这玩意是不值钱 我再找找再找找 哎呀 这个硬币也是真的 这个也是 你看91年发行的这个 呃 这个纪念币 但这种价值相对来说不高 哎呀 那你这些如果是真的那就可厉害了 这要不要 那个真不懂 我看这这这属于啥呀 那个抗洪纪念帐 哎呦 哦 98年抗洪纪念帐 那那时候您当兵 那去了 给您那个啥的 哎呦 您还是一个最可爱的人 值得敬佩 这个家伙什么 哎呦 这个您好好留着 老哥 这个您好好留着 这个算是 对吧 先卖不要啥 这个不能用钱来衡量 对吧 我们主要是搞因缘的 虽然我们不懂 但是那个东西不能用钱来衡量 啊 对不对 哎呦 老哥这个比较厉害了 还不假的 这要是真的就厉害了 哎呦 这是铜的 这是铜的 什么大清金库之类的吧 哎呦 哎呦 但是这种 哎呦 这个也特别厉害 这种 我还头一次见 这个物件 你不要了 嗯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嗯 这翡翠 翡翠吊坠 水头挺好 但是这 这里面免序太多啥的 我们首先不收这个 但是多少懂一点 哎 哎 对 咱们主要玩的因缘 老哥你这边的因缘都比较厉害了啊 啊 浙江的都来了 哎 库评七千二分 这东西都是四周币 一个你老哥你知道这一个要是真的能值多少钱吧老哥 老哥 这要是真的你知道能值多少钱吧啊 啊 上千万 就这一个都能上千万 哎呦 你这东西挺多呀 这都是你自己收藏的 不收藏的呢 给人家补海 补锅 下乡的 哦 哦 您下乡去给人家补锅 有时候 有时候就是 没钱了 没钱了 给你拿这个 那那那应该有真的呀 但是我这没看到有真的呀这 这开什么玩笑 拿这个四周币 来抵那个 哎呀这大头也不对 我好好瞅瞅 要按您说的这种的话 那应该有真的对吧 你没钱了拿这个拿这个抵抵工钱 是吧 要是有整理人家调包 有点把调包也不一定 有没有人调包 嗯 啥意思你给别人看过 嗯 嗯 下乡手机都有人看过 这不行 这不行 老哥你这这这 这收的这这这这这种 都是下乡手的 收的 哇 签字板的都来了 这不行 这没发现 连银子都不是啊这 这要是银子的 就是真一假币你也赚啊 你修个拨 呃 干啥的你一般多少钱 十块二十块 哦 十块二十块 人家给你一个真一假币 也能值一两百块钱了 我的天呀 肯定整理不得吧 是 甘肃夹制 但是这明显的这个人像都不是甘肃版的 夹合也不是甘肃版的 假的很 这不行 这不行 我看一下这边 哎呦 这还有大个呢 老子这不行 没真东西啊老子 这这两个呢 这也是假的 哎 那都不真 连银子都不是 哎呦 下午星 小偷里面之前的就上午星下午星 当时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少量的助招发行过 因为他这个孙中山 他当临时大总统时间有限 所以他这个发行量特别少 所以这个小偷啊 这个上午星下午星价格特别高 也是小偷里面最大的名誉品 但是这很可惜是假的 您好 刚才是咱们打电话联系的 要出手银元是吧 是了是了 我出手你这个啥银元 那你赶紧给我看看吧 给我看看 快吃左键 哎呀 还是NGC评级的大清宣塞 NGC给的是XF的品项 没给分 不过这个状态还挺好 船是包将 龙尾已经出云了 这还是一个森板龙 字口还算清晰 这么漂亮的大清宣塞 为啥要出手啊 买的时候花了多少钱 这不是我买了 不是你买的 哥给嫂子前一段时间结婚 嫂子从他娘家带过来的东西 所以这是啥家伙 批批价 嫁妆姻缘 这等于说这是你嫂子的嫁妆姻缘 嫂子正好现在没有给假 你给你给我看看这块直左键 你这啥意思 要把你嫂子的嫁妆姻给卖了 你也看看直左键吧 加钱合适了 我都卖给你了 不是不是老爹 你这不行 首先这不是你的东西啊 那嫂子的不都是我了吗 田田给一个假的住 哦 你亲嫂子 亲哥的 那肯定是亲嫂子 不是亲嫂子 我也拿不出来啊 这亲的也不行啊 这要是说你哥 你嫂子把这银元给你了 那你卖了 这无可厚费 这咋弄都行 但是你说你这没给你 你是偷偷拿出来卖 这不行啊这 我招都想好对我了 我找银元卖给你 这盒子我不能卖给你 银元卖给我 盒子不能卖给我 啥意思啊 你看 我可网上没了 给他这一磨一眼 您在网上买了一个 哎呀 我要这个卖给你 我要这个在转盒子里边 他还看不出来 老弟你这买的花多少钱这个 一块五 一块五 我的天呀 这假的太厉害了 这跟真的没法比啊 您看一下 他可贵的了 他又不动 他还看不出来 嗯 确实你看两个啊 都是大清悬山 嗯 但是这差异太大了 首先这包姜 壁面都不一样 你看这个龙林 真的龙林特别细 你看这假的 你看这假的 做工特别粗糙呀 你别管他了 你都我看啊 这管给我多钱吗 我给你估价行 但是这个东西我还真要不了 你也看看值多少钱 值多少钱 那那这个您先拿着 我看一下 哎呀 状态都挺好 你看这龙林 云朵啊 都非常清晰 嗯 字口这边呢 虽然有一些流动痕迹吧 但是整体的状态还不错 像这种东西 让我估价的话 我估计现在 8000左右 那正好这俩鱼 我又不用上门了 你赶紧给我吧 给我吧 你赶紧走吧 一会儿烧子改回来了 啥意思你把这个要卖给我 卖给你吧 你不是我的8000吗 你给我7000牛吧 你白8000了 还让我赚点 嗯 哈哈哈 老弟这样啊 这东西呢 你还拿着 拿回去 真是手头缺钱了呀 呃 你给家里人借 给朋友借借 那都无所谓 我看着你这一表人才 肯定也特别有能力 真是平常需要花钱啥的 咱上个班 找个工作 几千块钱 也不至于说 你说拿家里人的东西去卖 真让你哥哥 让你嫂子发现了 到时候真是不好看 对不对 你说那些废话呢 你要不要 这东西我肯定是要不了 东西我肯定要不了 然后呢 刚才你说 呃 把那个 这个真的拿出来卖给我 然后再把这个这个是假的 你的意思再装进去是吧 这不是一样了吗 肯定是装不进去 这方法你也别想 首先这个东西啊 是评级公司密封好的 像这个是美国的 NTC是美国的评级公司 密封好的 你打不开 你打开的话 除非你拿砖头把它给砸烂 破坏掉 才能打开 能明白吧 你想着就是偷偷的把这打开 然后装进去一个假的 那不行 咱也干不了这事 明白吧 那大男子汉大丈夫呢 是吧 这不能说因为这点钱去干这事啊 你你你到底要不要啊 我真要不了 真要不了 这事我干不了干不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好 想弄点啥 卖块大真音源 卖一块大真音源 音源中 大真中的大真 大真中的大真 嗯 我的天呀 广东双龙瘦制币 对 那确实 这能称得上 音源中的大真 哎 这可了不得呀 哎 厉害了 啊 咱这东西 从哪来的呀 哎 五年前送给我了 五年前 嗯 爷爷给的 对 价钱好像都上千万 嗯 五年前价值上千万 确实嗯 因为这个广东双龙瘦制币 嗯 非常稀少 嗯 并且还是四柱币 对 那你五年前价值上千万 一点也不稀奇 哎 这这老爷是从哪来的 跟你说 不好听的话 嗯 当时啊 爷在北京盘家园 你知道吧 盘家园我知道 最大来卖音源了 老板 一万块钱卖给人家园 哦 盘家园算是咱们国内 最大的股玩市场了 你可说对了 在北京 对在北京 当时这块音源 阿姨也拿到肉之后 啊 一个美国人 当时想讨一万美金 啊 买肉 阿姨也都没原因 当时一万美金 一万以美金 还要对话 八块人民品 那就是 一万块钱买回来 人家八万块钱买肉 没卖 这老爷子五年前买的吗 二十年前买的 说这话 哦 老爷子二十年前买回来的 嗯 二十年前的事的 我的天哪 嗯 老哥 嗯 广东双龙受制币 嗯 要是真是二十年前 花一万块钱买回来 嗯 现在你知道这个东西 能值多少钱吗 哎呀 现在 我想忘了也不搞 嗯 五百万 啥啊 五年前都上千万了 五千万 五千万 我的天呀 五千万确实有点猛 嗯 不过 以广东双龙受制币 以他的这个号召力 我觉得五千万也差不多 老哥 你知道这个广东双龙受制币 为啥价格这么高吗 以为他少呗 确实 就是因为他少 嗯 因为这个广东双龙受制币呢 他的铸招背景啊 其实就是清末 那时候慈禧过寿的时候 嗯 广东的官员为了拍慈禧的马屁 嗯 专门铸造了二十枚 嗯 就这样的这个广东双龙受制币 嗯 从清末到现在经过一百多年 现在能找到的只有三枚 三十年前 那时候拍卖会上就拍了大概五百多万 哦 呃 你说像这个东西 嗯 这放到现在 那确实你要是要价五千万 还真不多 对对 但是老哥有啥说啥的 嗯 刚才听你说老爷子二十年前 对 在潘家园花一万块钱买过来的 哎 还是人家专门卖银元的这个店 对 这个店的老板如果懂银元 嗯 了解行情的话 那一万块钱能会卖给老爷子吗 对 那时候就那价钱 那时候就那价钱 哎呀 主要是省分不同 啊 不便给你透露 哦 那其他的咱就不讲了 嗯 不讲这个以前的事了 咱主要讲今天你给我拿过来的这块银元 嗯 确实上面是广东双楼收支币 嗯 但是老哥有啥说啥的 这上面的包浆 我看着就不自然 自然的很 不自然 还有这个龙面 龙面这一块呢 两边的这个龙 特别是这个龙林 嗯 明显的压力不足 弱达 嗯 呃 再看这个鞭齿 整个鞭齿都是整齐划仪 呃 确实有流通痕迹 但是这个流通痕迹啊 非常非常的不自然 嗯 再一个刚才又说了 这个是四株样壁 嗯 它不可能有流通痕迹 谁 看到这个东西 肯定是收藏起来了 嗯 把它放到家里 对 怎么可能有流通痕迹呢 嗯 没有在市场上流通 哪来的流通痕迹 还不那么自然 所以这个东西老哥 让我看的话 这就是假的 不可能 它又不是银的 我叫他死了 呃 从他这个厚度 嗯 还有他这个设置上来讲 确实是银的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真银假逼 不可能 呃 可能不可能的 嗯 那您今天来到我店里 一直想卖给我 无钱了 烧一份不买 呃 我要不了老哥 您再找其他的人给您看看 我都知道你要不了 啊 像这东西啊 大针中的大针 不是能一百人能握得起的 那是那是 老哥 您再找其他的高人给您看 行吧 行行行行 行 你被向我染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